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术后恢复很好 2018年初 术后后遗症癫症出现 至今一直在用原始点调理 开始时 几天半月发作一次 用原始点调理一年后 不但没有减少减轻 反而每天发作三至四次 有时七至八次 家人已经失去信心 一定要我用西医的药物来控制癫症发作 医生说 药物控制得好 是可以治疗好的 而我一直坚定地认为 原始点是最好 最彻底的治疗方法 不接受西医 中医 可是 翻看所有的重症 重病案例 一般都在半年前后 得到很大的改善或好转 为什么我会越来越严重呢 请张医师帮我寻找答案 非常感恩您和您的太太发现原始点 也感谢所有志工的一路付出 三年多以来 一直非常严格地 按照原始点的要求在做 开始时 一天按推两次 内外热圆 运动 心情 姜泥温服头部 剃光头 姜泥 姜汤 姜粉灌肠 喷笔 基金会的姜片 姜粉 姜碗 灵下身 红身 水暖床 红豆袋 红外线贫谱仪 戴森吹风机 样样齐全 姜片多的时候 一斤干姜三甜 还补充红身粉 人销售了许多 体力一根支前笔 也有下降 身边不能缺人 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作 发作时 有时有意识 有时直接倒地 什么也不知道 醒来后也不记得刚才怎么了 没有任何规律 也没有提醒症状 冷 热 风 激动 开心 平静 吃饭 走路 睡觉 公交 部分时间 不管什么样都会发作 没有任何信息提前出现 温哥华团队回复 你对原始点保持信心 坚持用原始点的方法 自助来解决问题 有这种态度 很难得 成功的几率也会是很高的 不要灰心 先告诉你好消息 用原始点治疗癫痫的案例还蛮多的 列在下面 请你多看几次 将案例中提出的治疗方法 跟你自己所做的 做一比较 看看是否有疏忽 遗漏 或是不到位之处 所谓阴手术后后遗症癫痫出现的想法 已经陷入果 生果的迷思 从原始点的观点来看 只看发作时的症状 有无 以及症状出现的部位 来判别按推和温敷位置 并由此从果推因 所有症状的出现都只有两个原因 体伤和热能不足 体伤可从按推原始痛点来解决 热能不足就要补充内外热源 癫痫属头部体伤 按推头部并服以外热源温敷 是适当的处理 由于发作时 自己意识不清 要靠旁人来帮忙 所以 一定要想办法 让经常陪伴你的人 对原始点的理论和操作 也有足够的认识 才能在你癫痫发作时 为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对质 从而解除症状和体伤 平常 你也可以利用按推 和补充热源等来改善体质 达到保健的效果 从你的提问中 看出你用了很多方法来补充热源 但却没有提到温热食物 以及避免含量外源 其实 从生活中 贯彻执行原始点保健原则 是很重要的 不然 一面补充热源 一面却暗暗引进寒凉 以致徒劳无功 另一请注意一点 按推 以及补充热源等医疗手段 都应该是针对性的 按推的位置 力度和次数 以及姜糖温服等的分量 都应该讲究适中到位 才能发挥功效 因所有热源进入体内 还是需要消耗身体的热能 去转化 吸收 乱石头鳞 过而不及 效果都可能适得其反 以下几个案例 提供清楚详细的治疗过程 和操作要点 请你参考 癫痫及心脏病同时发作的急救案例 癫痫急救案例 西线演讲现场 癫痫急救案例 广州现场 简体版 温客法回复的很详细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如果提出问题的人 能够好好的听照做 应该 因为癫痫不是很难治的病 之前也有一些案例 所以只是因为它不是很难 所以就没有特别强调 我书本上在急救也有提到 如果以脑中风跟癫痫来看 那当然就脑中风更加严重 那癫痫理论上是可以完全根治的 是没有问题 那希望听到后能够照志工的一些建议 完全落实 我相信会有好的结果